话说这一次 我突然觉得对于马云 还真的要表示感谢 马云虽然不是总统 可一顿操作下来 与美国的川普简直是敌传 只不过一个在三界想混到政界 一个从三界混到了政界 能不能回三界还不好说 不过人家钱是赚得实打实的 大家都说川建国 是正国籍的地下党员 虽然是玩笑 但也确实给我们以警示作用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义 是教育了广大群众 可谓功德无量 是他亲手打破了美国山巅之城 看似伟关正的国际大哥的形象 变成了那个猥琐的自私的美洲大国 是他亲手断了公知们的财路 不仅是财路差点断了火路 让这些领狗粮的工资们洗地都无法洗 还是他破坏了美国一手操控的国际组织 从而打破了很多国际秩序 让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不断地急速衰落 在他的手里即使是美国逆天的媒体 也拿他没折 当然他还是功亏一篑 没能够守施背后的利益集团 从而彻底地为美国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打好基础 他的贡献必将再入史册 当然不会轻视留命 而另一个人 那个缔造了创业和财富传奇 一生谜团却又能够每每涉险过关 人生一路开挂 那个长相奇特的冷 他的人生经历我早先说过 再次不必多说 我们要高度警惕 一云重重的马云 话说 成名后就像拜登还没上台 习地文就水片般的飞来一样 马云的成功一度被分为神话 成为了一个时代 人所崇拜的偶像 包括对其创建的阿里巴巴 直到后面的支付宝 蚂蚁金服等等 基本上看到的是战狱之声 不否论 在特定的历史时刻 国家的支持下 上述的企业对中国互联网 和互联网金融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甚至还很大 所以监管部门也放低了声段 对于许多超出监管的事情 都是能不处理就不处理 甚至到了阿里在寒州 甚至能够左右地方的局面 支付宝在国家金融战略的那几年 这个渠道向国外输送了上万亿的外汇 导致影响到国家财政 才被叫停 直到后来出台了个人外汇 使用申报制度 充分得以马提及 美国香港和A股上市 将直接造就数个应望富温 而其本人的资产排名 也将到世界堤坝 这样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演戏唱歌 媒体称颂高调慈善 人生得以虚净荒 这一切看着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控制媒体进行一系列的正面宣传 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包装 甚至是不断地制造引导舆论 这些年 看过太多说淘宝神话的事 但有多少人提过淘宝卖缴货 流量造假呢 做各种商业投资进行交叉控股 利益捆绑甚至操控行业 行垄断之事 物流 数亿能大数据信息都在哪里 联络各行各业的领头人 打造所谓的商业联盟 行东林之事 更有绑架国家商业的 继续之心 湖畔大学 这样的一个组织严密 沉寂深言 甚至会计记录都不留的 高级的商会组织 按的什么心 恐怕不能够不难能怀疑 其个人 不断地造出各种惊天的言论 什么干掉中奸商 什么后会创阿里 什么我们的像总统 就是没有总统的权利 什么乡村的教师梦想 更可怕的是 甚至中国金融没有体系 这样的吃饭炸锅的话 也说得出来 再想想 这些言论是多么的虚伪 这都是那些文人 用来溜须拍马的说辞 去看看 现在已经成垄断知识的 网购平台 不就是最大的中间杀马 不赚差价 他们的员工工资谁来发 还有开店铺的保证金 动辄几十万 推广费更是惊人 这钱难道是卖家储 还不是买家储 至于货品的维权 买过的人都知道 后悔创案里 既然后悔 那简单 把这企业和所有的数据 都打包交给政府 政府保证有个好的归宿 和轻视流民的机会 让他去好好的做乡村教师 但事实是什么 还要不断地上市 敲骨吸水的榨取利润 至于乡村教师 那不过是给自己撞个名头罢 更有甚者是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就好像是穿宝圈粉 圈的是红脖子一样 马总统不过是 想让自己更加有知名度和号召力 至于想做什么 反正我是不信他会去做教师 他的导师刘某了 是个什么德行 不用多提 他之所以说没有总统的权利 不过是一脉相承 前呼后应罢了 而炮轰银行 终于但最高层 觉得冷无可冷了 从善事过程的一路绿灯 可见其中的厉害关系 也就明白 能够最终叫停的是 来自于何方的力量 马总和那位是要 美国再次伟大 却屡屡行一己之失利的 美国川普 简直是刑事如出一辙 嘴里喊的是主意 心里想的全是生意 将自己打造的冠冕堂皇 结果是败叙其力 在炮轰监管事情闹大后 终于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淘宝 蚂蚁金服是怎样的企业 行怎样的事实 别让更多的人 看清了所谓的金融创新 科技创新到底玩的是什么鬼 不过是高倍杠杆的高利贷 而这如果不是马老板 在金融大决战的形势下 被逼走得停而走险这一步 试问 如十年煎一般 如鱼得水的他 哪怕稍微低调 可能这一次也分平烂静 那到头来 不仅受伤的是被深度 啃食的年轻人 还有国家的金融风险 需要全体人民摆单 至于他们会怎么做 不过是换个地方 继续唱歌跳舞演戏 在他功成名就 一切开挂的背后 到底是个人的努力 还是贵人相助 这也我不敢多说 也不敢问 朋友们自行的对照 那张上市前的股份结构图 马云演到最后 让我们看清了 资本家的真实罪恋 回顾过去二十年 马云成为中国舆论村的话题人物 主要集中在 两千年西湖论剑 到06、07年的 赢在中国 这六七年之间 也是在这个时候 马云有大量的时间 接触普通民众 二零七年 阿里开始筹备上市之后 马云就接触不到普通群众了 使着他的身份 从创业导师 向商业大鳄的转型 马云也进入了 往来吴白丁的时代 除了早年的一些不一之交 如今 不是跟高级官员们谈笑分身 就是跟资本大佬们 卑躬交错 他对民众的亲身认知 也定格在了08年之前 而与此同时 中国也在08年 进入了分水岭 随着四万亿的基建和城市化的推进 不仅中国的城市化率 大幅的前进 城市居民出现了巨大的生活变化 早年 马云混迹互联网的时候 中国的互联网是精英时代 上网群众要么是 有着父辈的英币 而鲁木兰之下 神们都略懂得二代们 要么是靠着自己的奋斗 千军万马 击过了独木桥 战胜了同龄人 换句话说 这批人都是深刻理解 丛林法则的 也是一群相信通过奋斗 能够改变一切的群体 所以 十年前的创业导师 马云 在十年后 在跟广大的民众 谈理想谈福报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不灵验了 当然 这背后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相比于很多 已经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 他们随着经济的发展 民众的思想越来越自由化 而中国经济发展 是伴随着城市化的 大量原本城市圈之外的人涌入 反而会使得民众的平均思想 迅速保守化 近乎停滞的中国网民 平均收入水平 远远跟不上 马云首富爆发式的财富增长了 都2020年了 马云福报的逻辑和改天换地的理想 根本不符合实际 如今互联网上的逐流 是大量看不到的 跃迁的希望 把自己定义为 打工人的普通群众 此时 马云还用忽悠创业者的话 去忽悠打工人 引发的反感 必然会带来激烈的反噬 并且成为众矢之地 马大人时代真的变了